你有没有感觉,刚睡醒,还是觉得累,为了解困,很多人会用上各种方法,如喝咖啡,喝浓茶,用冷水洗脸,甚至是掐胳膊,其实,起床后做好以下八件事,不仅能提神,还能增强体质,延长寿命,一,擦脸,然后揉至前额,然后从量塞到下巴,如此反复二十次,有促进面部血液, 循环,提神,预防感冒的功效,二,转眼睛,闭上眼睛,慢慢干动眼球,先左右,然后上下,每次十次,这种作用有助于极高是神经的灵活性,增强视力,三,咬合,中医认为,牙齿是骨头的备用部分,牙齿与胃,肠,肝等器官密切相关,每天早上醒来后,放松身体, 闭上嘴唇,上下牙齿相互撞击三十六次,这种作用可以促进牙齐和牙齐的口腔,牙齿,血液循环,有益于健康 四,腹部按摩,按顺时针方向揉胸二十到五十次,然后改左手一时针方向揉胸和腹部二十到五十次,温柔度的动作可以在同一时间夺个部位一起进行,不仅提神勤劳,而且改善内肠功能和促进 起床后排便,五,伸展呼吸,平躺,伸展双腿,深呼吸,吸气,腹部紧直,呼气,放松腹部,重复十次以上 腹部按摩可以在呼吸后进行,具有增强腹部肌肉力量,增强内肠,促进消化的功效 六,明肩骨,这是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保健方法,它也被称为明肩骨 做起来,用手掌紧紧地招住两只耳朵,用食指,中指和无名指打在脑后敲打 然后,用手掌握住耳朵,手指按住正骨,保持几秒钟,然后突然抬起 这样的动作可以多次重复,能起到体神,增强记忆力,输将血管,降低血压的作用 七,梳头,双手从前额到这部,然后输到大脑两侧的大脑顶部,重复十次以上 梳头的作用,能有效的减少脱发和白发的症状,促进头皮血液循环,既清爽又体神 八,猫躺,抬高臀部,用力冲腰,就像猫的供一样,然后放下臀部,如此反复数十次 可以断裂腰,四肢肌肉和关节,促进人体健康 其实,以上动作看起来够杂,但全部做下来只有几分钟 所以,每天不妨早起几分钟,抽出点时间做做产生运动,能让身体更健康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